出大事啊 小卡们 冰糖直怒粉丝 直接骂粉丝 拉丝还有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冰糖的数值就那么差吗 大家不要着急 先听球姐依稀说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再来下定论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球姐姐 看你们所有的疑惑 以目前小卡们认识冰糖吗 但凡认识冰糖的 或者是她粉丝的话 点个赞 因为球姐想收集一下数据 球姐在IG上的时候 粉丝投稿 很多粉丝都给我发到这张照片 教我看一下 打冰糖真的那么没数值吗 在看照片之前呢 以目前小卡嘛 如果想要投稿什么的话 记得发到球姐的IG上哟 那么二话不说 我们直接来看看冰糖 还有她粉丝聊天记录 这张照片呢 在晚上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 我们先来看看那个对话 冰糖是这么说道的 倒了就行了 证明你们菜 另外一个人呢 是这么说道 有本事就曝光我垃圾 冰糖呢 也是不甘事肉说 坏的垃圾滚 好 看完这个对话呢 你们肯定说 这到底是不是冰糖呀 我们认识冰糖 肯定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ID ID呢是仙女小冰糖 我们搜了一下 确实是冰糖的账号 看了看主页呢 确实是红装达人 还有呢也是薄金3 头像框还有头像啊 确实也是照片中的那样 给大家画个圈 这样的话呢 就代表呢 这些账号消息啊 都一致 很大积率 很大可能啊 99%98% 就是本人 那么既然很大积率是本人啊 为什么冰糖会突然骂人呢 大家注意到呀 晚上呢流出来呢 就只有一张照片 而且这个截图啊 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回来看这张照片 冰糖会这么说到 倒了就行证明你们在 根据他这么说的啊 就代表呢 他们之前肯定是 在游戏里面实战过打过 可是啊 流露出这张照片的人啊 他却没有过多解释 就只截图这个冰糖骂人的地方 同样那一句的话 既然我们不知道事情全部呢 那么我们就不要随便下定论 毕竟啊 这张照片呢 在网络上呢 也是被传得很疯狂 所以啊 看到这张照片的小卡 我们呢 轻轻万不要随便下定论 吃瓜群中呀 就应该保持忠烈立场 我们千千万不要带任何的节奏 毕竟啊 这个事情背后真相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最后再问大家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你们觉得诸镜是什么事情呢 还会让冰糖那么如此生气呢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